大家好,我是来自火山引擎的神铁城 然后目前主要是在研究多云多极群的方向 然后今天很荣幸和来自Vivo的张荣老师一起分享一个议题 是如何在一个多极群联邦中飞轻入室的使用 一些像OpenCruise和ArgoFlow这样的第三方的工作负载项目 来帮助用户更好的从单极群的架构 迁移到那个多极群联邦的一个架构 然后本次议题主要包括四个议程 首先我会来介绍一下多极群联邦的一个背景 其次我会简单介绍一下 从单极群迁移到多极群联邦的一些挑战 包括一些集成一些第三方的一些工作负载项目 然后这里会以OpenCruise和ArgoFlow为例 然后给不熟悉这两个项目的一些用户做个简单介绍 OpenCruise是一个扩展的一个应用自动化的一个编排引擎 ArgoFlow是一个主要用于离线任务的一个工作流的引擎 然后其次我会以Kamada这个多云编排项目为例 介绍一下它的这个资源解决器的一个框架 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最后会由张文老师一个EndUser的一个视角 来讲述一下在Vivo内部 它是如何从多个极群 迁移到这个极群联邦的这样的一个实践 OK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极群联邦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多云多极群这样的一个技术 这里提供了一个表格是在那个二三年 就是一个著名的一个调查机构 对一个企业的一个用云的一个姿势的一个统计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87%的一个企业用户 已经在用到这个多云的一个架构 然后其中72%是混合云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多云这样的一个用云姿势 其实已经越来越被更多的一些企业和组织所接受 那么多云多极群可以典型的分为三个典型的一个阶段 然后阶段一的话就是孤立的极群这样的一个形式 其实这种情况下我们用户往往有多个极群 然后我们会用单独的一个凭证去管理这些极群 当然在这个阶段里面 其实我们用户无法做到多极群统一的一个应用下发 以及应用的一个访问 其次每个极群其实是一个资源的孤岛 我们也不能合理的把多极群联邦的一个 多极群的一个资源给利用到极致 然后第二个阶段是极群组的这样一个状态 在这种状态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做到多个极群的一个统一的应用的分发 应用的访问和统一的一个调度 然后第三个阶段是统一的一个资源池的一个形式 这也是我们最终所希望的一个形式 就是把多极群作为一个统一的一个资源池 然后用户不需要关心这个极群的位置在哪里 然后极群属性是什么 然后它可以自由地使用这个实力以及对应的流量 然后我们现在其实处于阶段一 在往阶段二的一个发展过程中 那么管理多个K8S极群 其实会有非常多的挑战 我简单列举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四个挑战 然后第一个就是极群数量很多 过多导致了一个重复配置的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挑战是工作负载的碎片化 然后不同极群间的应用 它其实无法做到一个同步 然后服务其实也不能互通 然后第三个问题是受极群的一个边界的影响 其实K8S的这个cluster的这个逻辑对象 其实把资源天然的给隔离开来了 也就是说一些常用的一些高级特性 它其实天然受极群的边界所影响 比如说应用的一些高可用部署 然后包括HPA这些都是受单极群的一个边界的影响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厂商绑定的一个问题 就是用户我们往往都不希望能够只绑定在一个单一的一个厂商 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无法选择到一个云厂商一个最好的一个服务 然后那么我们也回顾一下社区对那个多云多极群做出一些努力 其实社区很早就注意到这个多云多极群这样一个趋势 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 我们已经成立了K8社区已经成立了Federation SIG 然后到18年我们上游社区其实先后开发了Federation V1和Federation VR 然后但是Koopify的也就是VR其实后面也面临到一些问题 然后到今年就正式被废弃 然后一些中立的一些多极群项目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然后整个社区的生态也变得那种百花齐放起来 包括那个Kamada,Koopier,Mero,OCM等等等等 对 那么介绍完了这个背景之后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迁移和这个集成的一些挑战 那么我们首先回顾一下Koopify的这个架构 其实Koopify的相比较V1其实也带来了一些很多的一些优势 包括它采用了一个模块化的设计 然后它把一些多极群的一些调度 包括差异化的一些API给结构化 这样的话可以把它从单极群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对象里面 给就是结偶开来 但是它还是没有解决一些问题 比如说它对那个非原生API还是没有兼容的很好 特别是对一些一些CRD的一些扩展能力 因为像原生的资源 比如说deployment它其实有一比一的一个内置的一个联邦资源对象 但是对于第三方的一个比如用户的CRD 包括第三方项目的一些资源对象 它其实还是需要一些用户的额外学习和开发成本 第二点是它缺少一个一战到底的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在Koopify的一些早期的一些用户里面 其实非常多的用户对Koopify的有一些大量的一些魔改 就是导致整个社区其实没有走向一个统一的方向 这也是Koopify社区最后失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么其实我们也关注到用户其实从单级群 它考虑是不是要清换到多级群 它其实核心其实有两点顾虑 第一点就是我迁移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在迁移的过程中 这个代码的一些改动 侵入式的改动的成本 改动性尽可能的低 这样的话迁移的成本会比较低 第二点是它希望联邦使用姿势和单级群 使用一些K80生态项目是完全一致的 因为其实我们非常多的一些用户 其实在单级群里面 已经用了非常多的一些包括CNCF生态的项目 以及它自定义开发的一些operator等等 但是其实Koopify的其实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接下来我会举几个非常典型的一个Case 然后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使用联邦的一个姿势 其实就是假设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个集群 然后每个集群其实我们已经部署了一些服务于本地化的一些应用 然后这些工作负载可能包括了一些deployment 包括一些扩展的 比如说OpenCruise的一些Chrome Set 包括我们自定义开发的 有operator控制的一些CR一些业务逻辑 那么其实我们把它接入到 我们这时候希望我们能接入到整个集群联邦中 并且使用集群联邦的那种高级的统一的一些多集群的调度策略 来统一的去分配这些不同的跨集群的去分配 处于不同集群里面的一些副本 那么做到这个前提就要求我们集群联邦 它能够认识到这些未知资源的一个实例数 包括这些实例所需要的资源 才能够应用我们的一些处于联邦侧的一些高级的一些调度策略 然后第二个典型的一个场景是 我们其实接入了一个联邦 然后并且我们现在要去统一的分发我们的工作负载 到不同的集群里面去 那么其实非常多的一些工作负载 包括一些常用我这里举的一个Chrome Set为例子 它有非常多的依赖 包括一些SecretConfigMap这种配置信息 或者是一些我第三方的一些自定义的dependency 那么其实我们希望的话 在把这些workload和这些依赖 能够分发到同一个集群里面去 这样的话这个workload才能够正常的运行起来 其次对于我们的联邦侧来说 我们希望能够给用户提供一个统一的一个试图 就是把不同集群的workload的状态能够聚合起来 这样我们用户可以在联邦侧看到 每个集群的他们的一个实时的一个工作负载的一个状态 那么对于完成这一点 其实也就要求我们联邦能够感知到一些不同的资源 特别是一些未知的一个资源的 它的一个依赖以及它所用户希望它聚合状态的一个方式 然后这一点其实Qoovify的也并没有做好 然后第三个 第三case其实是我们对于一些workload来说 其实我们在从联邦分发到成员集群里面去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 我们联邦的控制器和成员集群的控制器 它会去同时更新某一些资源的一些字段 那又导致它会形成一个冲突的现象 那么最终会形成一个死索导致 我单集群用得好好的 但是我放到联邦里面 它就并没有用得很好 比如说Argo workflow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工作流的一个负载 就是会有多个的一个step来构成 然后每一个step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job 然后它执行第二个step的前提是 第一个step的那个状态已经是completed这样的形式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联邦其实并不知道状态的一个修改 是成员集群的正常的一个更新 还是说我们用户的一个一些误触发 包括一些其他的形式 那么联邦会为了维持它的联邦跟成员集群的一个统一 它会做一个overwrite覆盖这样的一个行为 这样导致我们的单级群的业务会无法正常的运行起来 包括同样的例子也有那个HPA也是这样的例子 那么其实对于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希望当冲突发生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让用户去决策 这个冲突到底应该怎么去解决 然后我们应该是听从联邦的一些调度决策 还是说听从成员集群的控制器的一个决策 然后接下来这些问题其实都需要我们 在把一些单一群签销多一群里面会 需要我们对各样的一些资源对象能够去做解析 包括这些资源对象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那么如何灵活的去处理这些问题 那么其实就需要一个通用的一个资源解析器框架 然后Kamala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多云多极群的项目 然后它又实现了一个通用的一个资源解析器框架 来帮助用户去解析资源的一个结构 那么其实对于场景一 Kamala提供了一些interpreted replica和revised replica 这样两个解析器的这些操作 能够对一些 能够解析到一个资源的一个实力 包括它们对应所需的资源 然后对于我们刚刚说的场景二 它提供了一个interpreted dependency 和aggregated status 来帮助用户去get到这些特定的一些资源对象的一个依赖 以及它们聚合状态的一个方式 那么对于场景三 其实我们提供了一个return的一个方法 让用户去决策如何去处理冲突 在联邦和成员集群的控制器中 然后此外还提供了一个interpreted house的这样的一个解析器操作 其实主要是用于联邦去识别到一个应用的 它在一个某个集群的一个健康状态 这样的话基于这个特性 我们可以做一些跨集群的一个应用故障迁移 等等一些高级的能力 然后其实解析器框架其实实现了一些内置的 和一些自定义的一些解析器 然后内置解析器其实我们主要是针对一些 K8S原生的一些资源 包括一些知名的一些第三方的扩展资源 那么自定义的解析器会去实现一些 比如说用户自己的一些业务逻辑 以及一些特定的 就是跟我们一些自己使用姿势的 符合自己使用姿势的一种实现方式 那么比较长期的两种实现 一种是我们通过外置一个webhook的这种形式 那么我们其实也是类似于常规的那种 一个hook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在比如说在应用一个调度策略的时候 可以在那个可以在对应的后刻点去执行对应的一个解析器操作 那么第二点其实其实这个方式其实也会提供一些额外的一些开发成本 那么现在我们提供了一种更灵活的一个解析器方式 它其实是基于声明式API的那种方式 用户呢它可以去自定义这个资源解析器 既可以对KBIS的资源也可以对自定义的一个CR的一个资源 然后这个解析器的一个API的声明 其实是基于那个Lua脚本的一个非常简单易懂的一个 函数式的一个实现 这个可以实现一个极差极用的一个声明 那么就拿我之前举的那个OpenCruise和Argo workflow为例 其实我们给了一些样力的一些code 来去做这个解析器操作这里截取的一些部分 然后对于Chrome Set为例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左侧的一个interpreted replica 其实就是提供了对Chrome Set这个资源对象 去解析它的一个实力数以及它对应的资源 然后对于非常多common的一个实现 解析器内部其实封装了一些常用的函数 方便用户来对它进行非常简单的一个自定义的开发 对 然后其实对于联邦来说 我们处理的它对象其实就是一个 像一个JSON这样的一个格式 然后我们去根据这个函数式实现去解析它 那么右侧的那个aggregated status 其实就是提供了一个聚合的一个函数 其实这个函数也非常简单 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把多个集群的一个实力数 包括它的一个可以看到在联邦策 可以看到不同集群的一个总实力数 包括ready的总实力数等等 那么以workflow这个例子为例 我们也提供了两个实力的一个方法 第一个是一个return的一个方法 它其实做的主要工作 其实就是当我们在对于workflow这种的 stata的这种资源来说 我们希望它能够不会被成员集群所覆盖 这样的话在联邦策所覆盖 这样的话成员集群可以顺利的step by step的 像单集群一样的去运行这个workflow 那么第二个interpreted health其实是提供了一个 对于一个workflow这个资源对象 我们如何判断它正常 联邦如何认识它 有没有执行完成 或者它的一个健康状态 这样的一个实现 其实都可以看到代码是非常简单 然后非常易懂 然后接下来是由张老师来讲一下 那个web的一些实践 我来自web主要就是从事容器相关的工作 今天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web在多具群方面的一些实践和探索 首先的话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web的容器平台 就是我们web的容器平台的话 从2017年就开始建设了 当初我们建设的话第一步的话首先就想帮我们的CRCD平台 集团到我们的那个容器平台里面 然后通过它发布的应用到我们那个CAPS集团里面 这个是我们第一步想做的事 然后第二步的话就是怎么去管理我们这种多具群的CAPS 首先的话我们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个容器平台去做的 第一点的话就是我们那个容器平台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导入功能 然后就可以把我们部署好的那个CAPS 然后应用发布的时候我们肯定需要查询这些应用状态 然后我们当初的话也开发了这种 然后我们可以去控制我们这个CAPS集团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实际上每个集团都是一个独立的运输 独立的这个运行的互相不干扰的 为了将应用发布到我们这个CAPS集团里面 我们当初也集成了这种持续集成和持续部署 然后也有这种监控和告解能力的这种建设 然后应用发布的时候我们肯定需要查询这些应用状态 然后我们当初的话也开发了这种跨集群的这种查询 还有这种API的聚合的这种能力 这个一直持续到2020 2020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的CAPS集团用来多 对这种跨固装域的这种需求 还有这种跨集群的这种大频量的应用的清理的这种需求 之所以我们在后面要调引了一下 就是怎么去使用这个联邦集群去管控我们这个CAPS集团 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我们价格做了一个升级 就是第一点的话我们容器器平台会对接我们的这种联邦控制平面 然后由我们的联邦控制平面去管理我们这些CAPS集团 首先我们做的第一步的话就是 之前已有的在CAPS集团的一些服务实力 就是我们需要帮它这种资源联邦化 然后我们这样的话才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联邦集群去实现统一的调度 还有统一的发布 还有这种统一的访问 然后的话对于这种跨集群的这种很像的扩缩容的话 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些开发 比如像FedHPI 康罗HPI这种能力的建设 然后我们也测试了这种枯杂液的转移这种能力的 这主要是我们这个容器平台的一个发展的历程 然后的话下面的话就跟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在使用联邦集群的一个生产的必要的要素吧 首先第一点就是集群的意味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联邦集群是管理我们的所有的CAPS集群的 如果它有问题的话就是整个集群基本上就挂掉了 之所以我们在联邦集群控制面的话我们首先做了监控和告警 然后还有组军的日制分析 还有我们的控制品面的话也会做这种自动化的运维的这种控制 然后对于第三方插件的话 比如像典型的这种OpenCoups AngleFloor的这种 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集成和部署 然后的话网络和存储这一块的话 就是每公司的基本上的价格都不一样 主要就是比如说多集群这种网络是怎么去互联的 还有这种跨集群的这种Service这种能力怎么实现呢 就是我们社区上面有很多方案 然后还有多集群的这种Storage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基本上都是这种分布式的存储 还有数据的这种轻移 数据的性能这种都是我们要考虑的 下面的话主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容器平台 就是跨集群的这种多集群的这种发布的话 就是社区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这种方案 就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开发 比如说像跨集群的这种应用的发布 比如滚动升级 回滚 分批这种升级的能力 还有的话就是这个应用是怎么轻移的 比如说之前非邻邦集群的那些应用 如果轻移到我这个邻邦集群肯定是也需要我们自己做的 还有这种跨集群的这种检索 比如说我们应用发布下去 我们要查询它的状态 怎么去查钱 这也是我们要做的 然后多集群的这种事件 对于一些高级用户的话 他可能对KPAS比较熟悉 他就去自己去开发 然后自己去定制这些事件 但是对于一些低级用户的话 他根本都不知道KPAS群 这里就需要我们做一些额外的这种开发 比如说我们帮这个多集群的事件 发到我们的这个中心件里面 比如说RubyMQ这种组件 然后它去消费 去做一些插扑顶和这种数据分析和这种决策 然后咱们控制屏命的话 这边的话社区比如说卡曼兰 它已经提供了这种跨集群的调度 从调度还有这种能力 还有这种单集群的这种模拟 然后多集群的群性的话 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统一的群群的控制 还有这种安全审计和监控这种能力 然后跨集群的话 就HPS的话就刚刚说的就是 就是一个跨集群的这种很像的控制 基本上就是社区也有这种FedHPA 和CornHPA这种能力去实践 还有我们自己的比如说 开发用手动控制的这种能力 下面的话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怎么在我们的这个 领忙区域里面去集成我们这个OpenCruise 首先的话我跟大家介绍一下OpenCruise OpenCruise的话就是一个 基于KAP S的一个扩展的工具 就是它主要就是负责这种大规模的 这种应用的发布 比如说像部署啊 这种升级啊 还有一些运维啊 还有有可用性的这种保障 在Weaver的话就是 我们主要用到了两个资源 第一个资源就是CornSet CornSet的话主要就是进行这种 无状态应用的发布 然后Advanced的话 就用有状态的服务发布 然后的话在我们容器平台的话 基于这种OpenCruise的这种 连忙区域的发布的话 我们主要做了下面的一些能力的实现 比如说像分批升级 还有这种滚动升级的那种能力 还有一种回滚 比如说就是云定升级 还有这种升级可用性啊 还有升级克力度的这种控制 还有就是我们自己也开发了这种控制器去 去在比如说删除啊 或者是升级的时候 不然它的这个流量不中断的这种能力的开发 还有指定这种泡的删除 限制这个升级的速度的这种控制 主要是在联邦集群中去实现它呢 第二个的话就是 我们如果在这个联邦集群里面 去集成我们这个OpenCruise呢 首先的话第一点的话 我们肯定是希望在我们这个联邦集群里面 比如说我去get这种Chrome Set这种资源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多集群的一个汇聚的状态 怎么实现呢 首先的话就是第一点的话 就是我们需要在联邦集群去安装我们 这个Chrome Set的和 Chrome Set的CRD和Owner的CRD 因为现在我们只用了这两个CRD 之所以我们首先 只要在我们的控制品面 去装这两个CRD就行了 第二步的话就是让我们 在这种Memo集群里面 去装我们这个OpenCruise的 然后第三点的话 就是需要我们在联邦控制品 去定义这种资源解释器 比如说像Almost DevTat和Chrome Set 主要就是通过这种 Lua这种脚本 就是无轻入的去写 去定制 这样的话就可以帮下面两个集群的状态汇聚出来 然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联邦集群 控制品就可以去get到 最终的状态的话 是我们下面两个集群汇聚出来的 这主要是在 如何在联邦集群里面去集成 这个OpenCruise的一个介绍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我们能介绍一下 比如说你在联邦集群里面 如何去发布你的应用 首先的话第一点我们肯定考虑 比如说你发布你的应用 你肯定需要考虑很多资源 比如说像一些普通配置 比如说像Commun Mac 还有一些密钥配置 或者是一些服务发信这些东西 如果涉及到存储的话 肯定你要考虑出来了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 你要帮这个联邦资源 就是帮这个资源联邦化 首先你需要再 创建一些Commun的一些策略 比如说像Packson的这种 PacksonPolicy的这种策略 就是需要帮这些资源联邦化 联邦化之后你这个资源 你上面的资源才可以被 联邦集群这种调度和分发 这样的话才可以分发到 每个集群里面去 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你需要你注意 比如说一些差异的话的配置的话 你这里肯定就需要 使用这种OR的Policy去实现 比如说像 比如说我发布 就是云林升级其中只有一个集群 我只要更新一个集群的 一个集面节就行 我其他集群不更新 就需要这种OR的Policy去实现 比如说像 还有它这种提供的这种 PlayTax的这种OR的这种能力 我们这里可以用到做这种回滚升级 或者就滚动升级和分批次升级 还有这种颗粒度的控制 还有升级速率的控制 这样的话可以控制每个集群的 这种升级速率都可以去控制的 上面的话主要总结了三点 就是在邻邦集群发布的时候 你肯定需要考虑三个方面 一个是你自己本身的KPAS集群 第二点的话就是 这个KM的策略是怎么去创建 什么管理的 你需要做一个集群了解 下面的话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邻邦集群里面 我们如何去做一个 分批次去发布的一个案例 首先的话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我这个服务 就是它A集群里面有三个实例 B集群里面也有三个实例 比如说滚动升级的话 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我们直接就是在邻邦控制平面 去更新一下我这个对象 它就是每个集群就会变发地去升级 滚动升级 比如说像这个是滚动升级的层面 然后比如说是分批次升级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要更新集群A的一个实例 然后再更新集群B一个实例 然后发现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在所有的集群都帮他升级一下 什么时间呢 首先用户肯定的话 肯定是通过我们CSD平台去配置的 比如说我需要升级集群A的一个实例 然后提交给我们的容器平台 然后我们容器平台会打包这些资源 是去更新我们这个控制平面 然后去做去升级 这里的话因为涉及到一个差距化的配置 之所以这里我们肯定会使用到 那个OriPosit去实现它 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升级第一个集群的一个实例 首先的话就是说在我们的OriPosit 肯定会要指定这个集群 然后里面的配置的话 我们需要配置这个partition partition的值的话我们这边replace 让它为I 就是比如说cloneset 然后它就会升级第一个集群的第一个实例 然后用户去check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它再考虑升级第二个集群的第一个实例 然后的话我们配置也是一样的 我们用Ori的去做差距化配置 然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在 第二个集群里面去升级 升级指定那个className 然后设置了它的partition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控制到 第二个集群就是只升级一个服务实例 最终用户的话 它自己去判断这个流量的接触是不是正常 如果正常的话 它就认为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需要 这里就可以直接指定classI和classB 然后我们的OriPolicy的话 直接就不能设置为0 这样的话就它就会 群样的升级下面所有的服务实例 这个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联邦机群是如何去分P4子去升级 可以通过我们OriPolicy这种策略 去分P4子去升级 上面的话主要是介绍了一下 就是如何在这个联邦机群里面 去集成OpenCruise 还有第二点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联邦机群的应用 是怎么发布的 然后第三点的话 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在新业务是握清理的 比如说我们之前是非联邦机群管理的 就是说那些服务我们怎么帮它清理过来 这个的话社区的话也没有 有接口去提供 但是需要我们结合平台去实现它 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 就是说我们容器平台会有一个白名单的机制 比如说我们这个CICT发布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确认 你需要帮这个服务清理到我们的Command去管理的话 首先第一点你帮这个服务 载到我们这个白名单那里去 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发布平台的话 发布到我们的容器平台 然后我们去查看这个白名单 如果在白名单那里 我们就认为它需要被轻移 它轻移的话就是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刚刚说的 就是需要帮那些资源提交到Command里面去 需要提交到那种联邦机群里面去 首先第一点就是 你需要构建你一个capacity群 第二点的话就是你需要构建你的Command策略 然后帮它提交到Command集群里面去 然后你的应用就被落关了 就是如果你是不在白名单 还是走云来的这一个发布机制 这样的话最终的话对用户来讲 它就是无感知的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固度的决断 最终的话肯定都会轻移到 这个Command集群里面去的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轻移策略 轻移策略的话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 我们有测试预发这种生产环境 就是我们保证我们这个轻移的过程肯定是 就是最好就是那种无故上发生的 这种保存业务这种平稳的这种轻移过去 首先第一点的话我们肯定是从测试环境开始去轻移 然后再轻移到我们的预发 最终轻移到我们的生产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每个环境的话 我们也是按照这种比例的方式去轻移的 比如说第一批次我轻移10% 然后第二批次再轻移20% 然后第三次我去轻移这种70% 这个节奏去轻移 然后在轻移过程中我们肯定是 业务双方都要去顶紧的 比如说我们去观看我们的监控啊 是不是有问题 业务是不是正常运行的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肯定再继续轻移下面一个服务 最后一点的话就是 就是确认它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轻移没有问题的 如果我们轻移过程中发生问题的话 我们肯定会涉及到一个回滚的策略 就是为什么需要这个回滚策略呢 就是因为我们要保证这种业务 轻移整个流程都是一个流畅的 不要阻塞应用物的这种发布 或者是影响应用物的正常使用 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 比如说在我们轻移的过程中发生错误 比如说你资源只轻移了一半 还有一半没轻移这种情况 除非是你的APS系的有bug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 比如说就是发生一些位置错 比如说在我们 command 控制平均 发生一些位置错 导致我们下面的 memo 这群出现异常 这是第二点 实际上这一点的话就是 实际上 command 控制平均的话 和下面的 memo 这群的话 是最终的沟通的 主要是通过exception control 去沟通的 就是比如说负责它下面的 memo 这群的创建 更新 删除 都这通话 所以我们在这边只需要阻断它 跟下面的 memo 这群的联系的话 就可以阻断我这个 command 控制平均 和下面 memo 这种关系 下面的话我跟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我们一个应用 在轻易过程中发生了错误 我们应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的话 肯定我们是要在我们的 这个白名单机之内 把这个应用给剃除掉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 Wilkowl那里去打个注解 然后的话我这个exception control 感知到这个注解的话 我这边就不做 对底下的这种 memo 这群 不做任何操作 比如说像更新啊 还有删除案 这些操作 我都不会去做 这样的话就阻断了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 应用的话就可以去走 云南的脑的方式 就可以去发布我的应用 就保证整个流程是通胜的 最终的话肯定我们都希望 全部都清理到 我们的柠檬集群上面 这是一个过度的决断 下面的话就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 第一点的话就是 在我们的柠檬集群中 如果是去建设我们的opencruise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 如果在柠檬集群中实现我这个发布 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 对于这种非柠檬集群 如果轻易到柠檬集群的这种 轻易策略和回滚策略的介绍 然后的话大家看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 先转沟通一下 谢谢大家 你好 我有个问题是关于 就是前面有一个 motivation的一个问题 就是 您提到用那个 argo workflow的时候 会有两个 会有两个entity同时 update的一个resource 是这样的吗 这个是可以说一下 对 是这样 因为argo workflow 它这个CRD有个特殊的地方 就是它的status 它是不是一个子资源 那么对于 我们发布下去的一个应用来说 其实你可以认为 我们联邦是区分不出 它是一个状态更新 还是说是一个 比如说一个配置 像spack的一个期望信息的更新 那么比如说正常情况下 我们单击群里面 它保证这个workflow 能够正好进行下去的前提就是 它的状态 就是它第一个step的状态 它能够顺利执行 那么在联邦 在放到联邦化里面去发现的时候 就会我们会发现联邦 它会去覆盖这个状态 因为它不知道这个status 是不是它的一个状态 还是说是一个正常配置信息的一个变更 你说就是那个federation side的 controller update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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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其实我们主要是针对于那个spack信息 和一些mata data的一些 label annotation这些 因为我们要保证联邦的控制面 和我们产生集群的workflow的一个 那个一个sync的同步的一个过程 对 然后agworkflow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对象 因为它这个status它不是一个status子资源 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它可以认为其实是放在和spack 这种是一个期望的一个配置 对 那有一个follow up 就是为什么那个资源不把它status 不作为一个资源呢 对 这个可能就是上游社区的一个设计的问题 这个我们也在上游 其实也和一些agwork的社区有一些 有一些提问一些合作吧 但是这是属于他们设计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不侵入式的去 就是如果说不是他们出现的一些 刚刚重大问题 我们是不希望去修改他们 因为我们也希望给用户体验也是 对于那些原生的一些CNCF项目 我们能够直接签过来用 而不是说你要改改原来那些 你要用agworkflow 你要改它的东西 或者说你要opencruise 你要改它的控制器什么的 我们是不希望做到这一点 对 那这会不会是一个contribute到aggo upstream的一个机会 对 其实我们和aggo社区有交流 但是可能现在推进速度还没有那么快 对 好的好的谢谢 好 我想问一下关于多集群的实力资源分配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管控面就是发配一个资源 然后它有六个实力 假设我们当前两个集群的资源比例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六个资源正常的期望值是3比3的资源往下走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期望值 当我们第二次发布的时候 假设我们下面两个membercluster分别是a和b 当a的资源用的多了 b的资源我扩展了 那它的实力数可能会调成1比5 这个应该是Kemena本身的那个调度能力计算出来的 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 当我ag群缩容的时候 b集群的实力并没有起出来 那么这会就会造成一个问题 我们不都说有个浪涌吗 所有的workflow都有浪涌的处理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从原来的6的实力数 可能会瞬间变为4的实力数 对于一个生产集群来说 它的流量4可能就扛不住 那我想问一下 这种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我描述清楚我的意思了吗 首先第一点的话 就是关于那个集群的那个 比如说资源动态的时候 导致发布的时候 比如说之前是3比3的这种概率 有可能会导致这种1比5的这种概率 这个的话你可以用静态调度的方式去保证 比如说我就设置它 这个调度是3比3的这种概率 那就带来一个问题了 你A集群有两个实力起不来 那你再下去的话 你还是3比3 那你的整个的流程就会阻塞了 这因为它资源不够嘛 对吧 我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吧 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个缩容的场景 我理解那个后面的一个资源比率 是根据当时集群的一个实时状态 计算出来的对吧 对的对的 然后其实我们在 但是你的整个资源对象 它有一个期望的一个实力 就是它是不管怎么在哪个集群分 它是能够希望能达到那个实力数的吧 就是总量不变 因为你的外界流量的期望值是不变的 对 那其实你这种场景 其实流量其实并不是均衡的状态 我理解 就是它不是 比如说它这个service 它不是 它对于每个集群的不同的一个 对于一个那个end point 它来说 它其实它不是均衡的 是这样的吗 你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对于每个end point 它是均衡的 但是它的流量入口是一个总入口 它根据你当前的 炮的实力数你可以理解为 它是每个炮的是均分的 对 是 那其实我理解 就是不管我们在多集群里面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在实力变化的时间 那一段时间里面 它会存在一段时间的一个 服务质量下降的问题 是这个问题吗 是的 对 那其实我来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 我们在实力的一个变更过程中 它其实是会根据当前的一个状态 去做扩容还是缩容 就是它不会是说 把所有实力全部都清掉 然后再重新布 所以说其实本质上 就是 比如说对于你这种情况来说 在当前它的实力缩的同时 那个集群它其实也在扩 当然我理解 会有一个短暂的一个 不可能的就是质量下降的时间 但总体上我理解是可控的 就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我A集群在缩容 B集群在扩容 对 它是一个相对改变的过程 而不是说先把它清到零 然后再往上 所以我理解这种问题 应该是可控的 那我再把这个场景扩大一点 我把六个实力变成100个实力 然后同样是刚才的场景 比如说我就换成10和90 那么这个时候缩容这个东西 它是没有额外依赖的 但是扩容这个东西即使你资源够 它也有一个服务的注册 流量的预热 以及其他的问题 那就意味着你的缩容 肯定比你的扩容快很多很多 那你就会瞬间掉实力数 对于你当前的这个服务而言 嗯 其实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现在社区 其实也在做类似的特性 就是主要就是针对 避免中断这种情况下 然后这种情况下 其实在那个特别在缩容的场景下 我们可能会先把那个实力先稳定住 然后就是说 比如说一些非受控的 退于那种 不是用户配置的这种信息来说 我们可能会去让它做一些这种配置 因为有些情况下 其实用户是希望达到这个地方的 对 这个后续可以继续关注一下 行 好的 你好 我也有个问题啊 就是我刚才看到 你们是根据用那个 OpenCruise的那个 CloneSet的那个 partition来做分批的是吧 我看到那个 嗯 是的 对 那我有个问题啊 你刚才有六个pord 你一个一个pord起来以后 那就是一个新的和五个旧的 就是流量至少是20%的新打进去 对吧 对 是不是太大了这个力度 可能我这1% 2%去做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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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精湿场景 这个力度的话 那就是OpenCruise里面 会有这个控制的 就是比如说 你也可以做那种摘留啊 比如说在删除的时候 或者是升级的时候 会设置那些力度 你可以去控制 就看你那个比例是怎么控制的 这个能控制流量比例吗 不行吧 嗯 我就说是福利 那个服务的实力的个数 对啊 那你一个新的和五个旧的 五个旧的 那至少是1% 6分之1的新流量打到 打到新实力上去嘛 那至少是6分之1了嘛 对吧 对 那我可能是1%的流量啊 那你怎么控制这个流量呢 嗯 这个的话 那肯定要跟你这个 应该是跟你这个流量的控制的 那一块有关系吧 就是我上面只能控制服务实力 但是那个流量控制的话 应该是 嗯 其他的一些组件去控制它 对 你这边不管这个是吧 这个的话就是 也有 但是我们这个公司里面 也有这个这一块的 流量控制的这个组件去控制它 对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Vivo现在的那个多基群联邦的那个 是几个基群啊 一般是 哦 我们基群的话挺多的 大概是几个基群 我说一个联邦下面有控制几个 一次发布下面几个 一般都是两到三个 对 那我有个问题啊 比如说我的基群比例是1比1比2比3 嗯 就是我加进来一个是 我叫1比2比3比4这样子 嗯 对 那我这个比例怎么走 就是当前比如说100个破的 我是1比2比3在那边发布的 对吧 那我第4个进来以后 我怎么样怎么样 前面的怎么说 下面的怎么上 你是这边怎么怎么做呢 怎么样控制这个比例呢 怎么让它得我要的比例上去呢 这个 这个比例的话 就是我们那边会有一种 就是比如说你第一次上去的时候 我们会配这种静态的比例 比如让你帮 对 是静态的比例 那我还是100个破的 那我前面的1 2 3怎么说 上面4怎么上 你这边有具体的一个步骤去做吗 还说你只是让它自己走 那你可能实际数就不到100个了呀 或者超过超过很多了呀 会有这种情况呀 嗯 你说 比如说缩容的时候 或者比如扩容的时候 有可能是超过100多个是吧 是这个能够进吗 就是我加入新群进来嘛 现在我需要是4个群 1比2比3比4的比例嘛 那我这个前面的怎么说 我前面的说多少个 后面的起多少个 你肯定先起再说嘛 对吧 那我前面起多少个 后面说多少个 你这边1 2 3怎么说 你这边有具体的控制吗 这边暂时没有 但是我们有open course的那个 就是那个生体的那个科技度 可以去控制它 比如说生成一个或者是两个 这样的话就保证它整个的稳定性 这样子的 因为可能我们在用 我觉得问题还挺多的 对 不好意思 那个时间控制一下 你们可以私下交流一下 我们下一场的时间快到了 不好意思 那好的 谢谢 今天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